我們先來一點仙女般的美妙音樂 大家好 我是在吧台公讀的公讀師 我要不先女配樂 現在我的重點是 我要介紹的人 他是那個泰雅族的作家瓦麗絲若干 然後 他在那個從詩磚開始的時候就 自立於創作 然後他是受到那個 參加那個彗星詩社 接觸無成的詩 開始就是對新詩的寫作 有清晰的認知 然後在921大地震之後 他就積極的投入部落重建的工作 我們就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來介紹他的詩 我要今天介紹的詩是巴勒斯堂 跟我們現在就是 台灣少數民族的處境有一點點的雷 對就是因為他們也是 那個 原來離開了自己的國家 因為他們國家被以色列 就是他們原本的國家 現在是以色列 對 所以就是留意失所量 然後我們的話 就是原住民族 不要是文化上面的 不要開始重新找回自己的文化 好 那我要開始介紹了 好 有一片土地 住一群人 有著共同信仰 相信橄欖樹是阿拉赤給人類的恩典 特別是在沙漠地區 他們想愛 也和這一顆星球上的每一個民族一般 想活得有尊嚴 能為對方撤想 希望活得像人 自由自在的人而已 很不幸 1948年之後 這些被稱為巴勒斯坦人的幾百萬人 不是一或兩人 不被允許成為一個現代國家 他們在自己的土地流離失所 失業 失學 失常 失常 每個承受另一個民族國家的羞辱 直到今日 禮難經歷了六十二年 我以無人為力感到羞愧 1948年 以色列歡欣見鬼 我們忙著調家棄材 難民營 難民營 柔椅一樣擁擠的人群 容不下一字一句的歷史 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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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歷史 視為靜 流離失所 也不許書寫 自由 你問我 自由是什麼 我選擁擠 results 我們都不願意 遡下的歷史 你隨身的晚安 日難度 正因為沒有巴勒斯坦人 於是他們無處不在 日常生活 行求監禁 種族清醒 極速飛彈空襲 一百三十五個殖民地 七百個軍事檢查校 高牆 七百二十一公里的八公尺高牆 將我們隔成死亡的孤島 巴勒斯坦 不是人種 不是國 不是民 我們是所有國家動物的標籤 當我通關前往家園 台拉維夫機場以色列女海關清界的詢問 你在我們國家過得愉快嗎 我們國家 定義恐怖份子 所有的巴勒斯坦亂民營的小孩 都是尚未引爆自殺炸彈客 人阿倫 不問我是誰 我是一面小黑聽 深藏在你心底 有 我覺得他寫的詩自治劇劇 約在寫關於巴勒斯坦 他們的國家被以色列躲去之後 內心的 就是 痛苦 應該跟 應該也有一些 憤怒在你 還有一些不知所措 對 然後像我們 關於 就是 巴勒斯坦 有一點感動 深受 就是在 台灣的原住民 因為算是台灣少數民族 所以在自己的文化上面 多數少數是 會受到 呃 我們所謂的 外 外地文化 就是 漢族 或者是一些 國外的文化影響 所以可能對自己 但是對自己的文化認識 不是很深 可能會講自己的族語 然後 也不知道自己的紀典 真正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對 一位的追求一些流行 然後等到 長大之後 可能才會開始 對自己的 開始有一些 義務 或是重視 就是 想要 回到部落去 現在越來越多 就是 今年回到部落去 呃 重新實惠 我們部落的 傳統 跟文化 對 就是盡量 不要讓他們有事 不然的話 就等於說 這個民主 從來沒有在地上 選擇過 這樣子 我們就講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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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corn 謝謝